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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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当我们开年纪 在美妙的五月早晨 你曾说你爱我 当我们还年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戏语人生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中继续为您请到的是 你高音歌唱家邹小琴律师 邹小琴她是关桂敏先生的夫人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 邹小琴给我们讲述了 她个人的演艺生涯 以及她和关桂敏先生 从相识相知到结婚的 这样一些小的故事 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然而人生是否永远是这样一帆风顺呢 那么继续由邹小琴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还想问一下 你们两个就像您 也是一个事业型 她也是一个事业型 而且你从事这个专业 还是在关桂敏先生之前 您觉得一个成功的人 一个名人的妻子 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在中国那个气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紧张 这时候她出名了 我感觉 她没给我带来多大的什么欢乐 只是更是要减点 人们对你的要求就高了 人家好像认为一个歌唱家 她就是完美的 实际人无完人 她怎么可能是完美呢 如果你要是造 要是让她完美 那只能就是说你自己更要辛苦一点 就是去创造她完美 所以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扮演这个角色 扮演角色 庄宠的角色 没错 是 所以这说他们的领导吧 我们在大陆叫领导 领导说 这个荣誉是我们给你的 这个荣誉你已经有了荣誉了 很多人都没有荣誉 所以别人就在物质上来给予他们 所以这样才公平 如果要是名誉都有物质也给你就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一直等啊等啊 我们很多年以后才能分上房子 就是全团的人都有了房子 我们才能有这个房子 名誉上而不是名利 对 名誉上有了 但是你在物质上 物质上是排到最后 排到最后 对 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 非常艰苦 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锅饭 这大锅饭就是名古其日的 养老汉 打击的就是那些个勤劳 勤劳的人 富有创造的那些人 有才华 有才华的人 在这个国家是很难生存的 所以很多的 为什么都是海外赤子 海外赤子呢 都是因为赤子都跑到海外去了 就是人才都外流 是 如果你不外流 他恐怕不知道哪个运动 就会惹来很多的不幸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苦恼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团体 都充实着正日空气 因为他不懂的业务 很多的包括团里的队里的基层 包括升部长 他都是充实了一些的 就说他们都是 基本上都是业务很差的人 或者是不懂的人 所以他们特别 特别不愿意证实这个业务 像您说的那个外行 领导另行 团长还有党委书记 他来领导这些专业人员 对对对 像业务尖子啊 像什么 其实在业务上 他们不是说 像关桂敏先生这样子的 业务上非常好 提拔上来的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最可笑的一个传说 就是文化部没有文化 工业部没有工业 那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他们上来的 那很多途径吧 好比有的 他是怎么上来的 他没有业务 他可以有别的办法吗 因为我们这个 就是说 他是考虑的是他的出身 考虑他的这个态度 业务是很次要的 微不足道的 那就是说靠关系啊 或者是 对是这样的 还要再看阶级 看阶级 对看阶级 实际就是 就是掩盖他那种无知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所有的定性 对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靠关系 拉关系走后门 就是那些个中俗的办法吧 像你们啊 就是说在这个事业上啊 这样都是特别上进啊 而且都是有业务的 对 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是不是好 有感到一些压抑啊 有 有压抑 可是就这样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再加上那个工作量很大 精神上的 长期得不到休息 所以实际 身体是越来越差 直至到他病倒 有一天那实在就起不来了 他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呢 我们就把工作就停了 去医院一检查 检查了说 那他这个肝呢 就是有问题 当然以后呢 就是身体越来越不好 这时候呢 北京的医院啊 已经通知他 通知他就说呢 这个病呢 没有特效药 只能就是那个 保养 所以建议他 能不能那个 改行 就是敢 搞一些个 非那个文艺的工作 因为文艺工作 对所有的文艺工作 他都要晚上要熬夜 所以肝病是特别忌讳这个 所以那一阶段呢 那个就是 关先生特别痛苦 因为他就是 事业上刚刚的 有一些个成绩 突然就倒下来 当时你要想做 就是再想唱进行这个 也不可能 他就是刚一出门 就走那么 两三分钟路 那个汗呢 大汗淋淋 这人就要虚脱 他自己就不行了 所以就 你想做也没法做了 就是这样的时间 可能是 就是这样的身体吧 可能就是 有那么三四年 最重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好像关桂比先生 是在事业上 刚刚 就是说已经出名了嘛 对 事业上 非常走红的那个时候 那就是说 让他轻易放掉这个工作 可想忍着他那个心情 是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他就到处求医啊 求医 可是这一求医啊 那个 在那个大陆的人都知道 他有合同医院 说你合同医院才能报销 不是合同医院的 就不能报销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呢 那关先生呢 他有的 就是比较好的老中医 不在合同医院 所以要费啊 单位就不报销 所以他心里非常难过 他说你看 我在这个奋斗的时候 我是那种奉献 我没有记任何 我现在到这时候了 他那一副药 就是一副药 在当时来讲 是五十多块钱 他最起码一个星期 要抓一副药 一副药那就是二百块钱 所以这个钱呢 就无形中就落到 我们自己家里的 我们自己的身上 所以那时候 真是感觉到饥寒脚颇 真是那种感觉 一个月的薪水才四十 对 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十八 所以那时候呢 关卫民就有一种 产生了一种 就说的 想调动工作的想法 就调动工作 调动工作呢 就调到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任教呢 相对来讲呢 他任教嘛 他可以白天可以教学 他就必 就是 避开了 夜晚的多 所以当时就说的 这个 那个 关先生有一阵心情 是特别不好 慢慢的 就说那个 调了中国音乐学院以后 身体也没有 从来没有恢复过 就是凑合着 尽量的少工作 少那个 接哪些 这个 比较 重的 那些大的演出 对 出头露面 少 所以人们 突然感觉 好像 关桂敏突然消失了 对 您说这个 我前几天 在那个大陆那边来 朋友还谈起 说 咦 关桂敏 怎么 我们那时候 听说他好像 以前 人已经怎么样 对 对 是 是有这样的传说 有这样传说 有一阵 特别有意思 那报上经常报道 就是关于 关桂敏去世的消息 所以呢 就是有些 亲朋老友啊 亲朋好友啊 经常到我家 看一看 到底出事没有出事 所以我们家 就是面临着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状态 所以 我说真是 觉得 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成名的背后啊 也确实是 也是 也是承担了很多 已经忘记 来到缓解 孩子啊 你是否还记得 你家的誓言 听说后来 关桂敏先生 他得病之后啊 他就是 也是很多的医生 因为他见到关桂敏 都认识他 就是也给他 开一些好药啊 是 而且后来说 他又到 找到了那个 普遗的一个 对 对 是 中医给他去看 他真的 这个病还是 没有起诉 没有 确实他这个 就是 确实是 劳累过度 那个病啊 也是不轻 举个小例子 他们说 关桂敏 不像是搞艺术的 像是那个 那个 带时带跑的 因为是什么呢 就是他笑的时候 他笑都累 就一笑吧 刚一笑就搭了 不笑 对 人家一笑吧 人家最起码得 得人家 等到人家这个 说完话就不笑了 他那刚一笑 那嘴就下来了 就刚一笑 他就觉得很累 你就完全 笑他都累 笑他都累 人家非常疲劳 对了 所以你见到他的时候 他从来就说的 非常非常严肃 那个时候是 哪一年 他得那个病 他到了北京电影乐团之后 多长时间 就是83年 83年以后 82年 82年 很快的 他就算是你 他就算是你 在这种万万无奈的情况下 终于盼来了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个朋友介绍一法轮功 等到这个关先生学了法轮功以后 也是特别神奇 第二天身体就特别有活力 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完了呢身体就基本上就 就是比他年轻的时候 感觉还好 就比那个没病之前 经历还好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 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当我在那迷茫中等待 寻找那真理和光明 发轮大发 宇宙的方 发轮大发 众生的方 灿烂的方 忙着有我的心 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 他修了这个法轮功 他修了这个法轮功 是怎么样 他那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他当时快就见效了 对呀 他就是就打他得病以后 就一直学这个功啊 学那个功啊 老想是就是因为病好嘛 治病好嘛 也花了不少钱 上下求索呀 到寺各个寺庙啊 武台山啊 什么那个四川的那个峨眉山啊 就是室那个寺庙 就在一个非常一个偶然的机会 完了他们有一个那个军乐团的一个女高音 他说哎呀 他说那个那个关老师啊 你的那个气色这么差呀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他是练法轮功的 你看看他的状态 说那好啊 他说那我什么时候你 你那个引荐一下 那转天我们就去了 他说这好吧 就那个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法轮功学员 结果呢去了那个法轮功学员那个家呢 他就给了我们那转法轮 给了转法轮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官先生啊 回家就看那书 看那书特别激动 他说哎呀 就是我找的 就是我找的这本书 哎呀 说的那个道理啊 真好啊 哦 当时就是啊 当时那个首饰我还记得 就拿那手拍那桌子 啪的一下 就是这样 哎呀 太棒了 我就要学这个 哎呀 我终于找到了 哎 就是特别有缘 完了以后 那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嗯 所以他到处说 哎呀 到处见到朋友啊 就是他自己也很高兴嘛 到处跟人说 那个法轮功好啊 法轮功好 他的学生 我们很多的朋友 都是看了这个 这个官先生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现身嘛 状态嘛 很多都学了法轮功 他的学生 都是学的法轮功 后来就是官先生 这个肝病就好了 好了 他说我自己的感觉 我是自己 是自己知道的 他更有意思的是 他那个 来到美国了以后 来到美国 我们正好 那个后花园 还有一些个树 就是那个树是砍掉了 砍掉以后的 那个树墩子 结果呢 他在一个星期的时候 他自己挖出来 9个大树墩子 他说我的力量 根本就十万 人一看那大树墩子 很大的 他就是每天 每天要坐 每天要坐 不觉得累 他说这样 以前我还 砍什么树墩子 我坐着都累啊 我只能躺着 所以他自己也是 觉得特别信 这个法轮功 是 然后又重新返回了 这个艺术的舞台 对 我现在在海外 也经常可以看到 关先生和您的这个演唱 那您呢 我也是啊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家庭里 我又是 可以说就属于那种 比较 要按现代的话来讲 就比较 好胜心比较强 什么事啊 都想做好 可是做好的前提 就是用身体来 来去补充它 所以呢 我插个队啊 下过香 所以呢 我也吃过苦 所以呢 身上很多的病 心脏病啊 眼睛啊 腿啊 我的腿啊 我到医院去诊断嘛 医院诊断是 七外翻 四十岁 西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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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岁就要贪困 那当时就是说 我每天啊 晚上睡觉之前都疼 一直疼到天明 每天都这样 所以呢 很痛苦的 所以我就 哎呀 想这个怎么办呢 完了呢 到医院了 一诊断了 又做手术 我一看那个 做手术的人哈 痛苦的不得了 打麻醉药都没用 因为他 他说啊 怎么做这个腿手术呢 就跟木匠活一样 打了麻醉药以后 你上了那个手术台 就拿斧子剁那个腿啊 哇 就这么残忍 完了给你装 完了装 就是他手术以后啊 那个针呢 非常的粗 就跟那个 就跟着封麻袋一样 就那个伤口啊 好了以后啊 好像一个大乌龙 都在爬在腿上一样 我说这不行 我是我是干演员的 我不能伤害我 这个体温 不合适 就是一直就痛苦着 退啊 走了几分钟就疼 不能上扇 不能下坡 跟那个 关先生一块 学的法轮功 以后就是奇迹就产生了 当时我们这个功法啊 就是要双盘 要双盘 第一件事就双盘 我呢 特别喜欢这个功 所以我就是 下了一个决心 我一定要双盘下去 同修看着我的想效 说小琴呢 能双盘 那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散盘都盘不了 我散盘都不行 结果就盘 奇迹就发生了 然后刚盘的时候 就是那个 我感觉我的腿型在变 我原来是X那个腿型嘛 突然有一天 我感觉我变成O型的了 就跟那小日本走路一样 虽然体型不好 走路非常有力 我原来的腿 根本一点力量都没有 就来回打晃 就跟鞦韆一样 我那个腿底下 都没有知觉 像甲肢一样 我知道 就甲肢 我完全靠眼睛来 辨别我的走路方向 不是靠腿 完了呢 有一天 我突然感觉 我怎么走路 那么有力了呢 结果我发现 我的腿型变了 变成O型的了 完了再过一阵 我在双盘 盘上去了以后呢 我的腿就直了 哎呀 我真直高兴得不得了 不得了 而且腿直要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我X是这样的 要腿直了 那无形中 我的身高都高了一点 哦真的 对呀 是啊 他的个儿 我原来我跟我关先生 站在一块 我觉得我到哪儿 我知道 现在我感觉 我到哪儿 我也知道 我感觉我都高了 而且走路从来不累 从来都不累 所以呢 我觉得我是真是 确实是 我真是没有想到 这么好 这个 当然了 这只是身体一方面 精神上的提高 请他们说 那个医生 他40岁 你就瘫痪吧 对 做那个手术 对 这骨头它怎么会变 法轮功吧 它就是有奇迹 就是我们现有的科学 达不到的 对于法轮功来讲 修炼法轮功来讲 那就不是什么事情了 就是这样 所以那么多 全世界那么多 将近亿万 亿亿的人来学法轮功 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我的歌 心里一个 带着光 带着光明 带着香河 飞香河 归你每个生命 带着光明 带着香河 把美好的种子洒落 我希望您刚才说 您原来的性格是怎么样 我原来的性格就是 比较争强好胜的 其实什么都想做好 就属于这种人 对 尤其是在您的这个 梅艺界 对 对 是这样的 谁排名第一啊 谁排第二啊 对对 在演出的 是 通过这个修炼啊 当然身体这方面是可洗的 就是 各方面的病啊都没有了 所以使我这个高兴的 是精神上的升华 以前呢 说实在的 我在这个社会啊 家庭啊 就是怎么说呢 还是觉得很多的苦恼 就是锁锁碎碎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可能说的那么融洽 经常会 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自己还觉得挺有理 但是通过学习 这个就是修炼了法轮功了以后 觉得自己 哦 自己原来是这么不好 这么差呀 才知道 所以现在呢 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 就是精神上啊 得到了生花 就是浴室啊 就想别人 就是看看别人 能不能承受 我能为别人 做一些个什么 帮别人做的时候 我能不能高兴呢 就是这样的 以前就是 自己做 哎呀 谁 谁 谁能帮我一下 你看看我多困难呢 我的事业 谁要能帮着我一下 多好啊 所以现在整个的 就是这个 就这个 这个思想啊 慢慢的就在转变 慢慢在转变 在这种这个 整个的这个 大的这个环境嘛 所以每个人 都是这个想法嘛 也不接着什么 当时接着挺正常的 实际是不好 就是 例如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争名夺利吧 可以说啊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也有这个成分 就想要自己能够就说的 哎呃 排名字 排的好一点 那个领导能赏识自己 工资能不能先给我调 哈 因为我是那个 有贡献的哈 是有这些想法 但是呢 就是通过就是这个 修炼了法轮功以后呢 觉得这些个都不是特别的哈 就应该先想到别人 这个活动哈 如果要大家都促成了 我能做 我能做什么 做什么 呃 我也在其中 我也很高兴 不 并不见得非得要吐出谁谁谁 我觉得这个啊 就和那个 修炼和不修炼 那就差 平常看着好像是一个小事啊 挺微不足道的 但是反映了一个人的 就是说的 他的道德回升 呃 我觉得这点是就是 比那身体还那个 什么 就是 精神上能得到那种哈 那种解脱 精神上那种升华 升华 就是说 浴室的时候 多多考虑别人的时候 自己可能 那个心情 反倒是更高兴了 对 如果浴室的时候 有时候 自己一直在想自己 可能精神也是蛮紧张的 是 是 就是身体啊 就是造成了一种失 对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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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美国 我们是96年来的 96年来美国了 还有我忘记说了 就是你那个孩子 男孩 他有没有就是继承父母的这个基因 他基本上没有继承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他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美好的空间 就是他自己选择 对他自己选择 他喜欢什么 他就让他去发展什么 在您的言谈当中 真的是感受到您那种喜悦 还有一个问题 还想请问您 您修炼了之后 您觉得对您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和表现的手法上 有没有帮助 和以前的唱歌 有什么不同的理解 哎呀 说起来这个真是对我来讲是太 怎么说呢 可以说我对我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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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是修炼啊 对我这个整个的这个我的人生啊 整个的生涯道路啊 都是一种转折 我原来啊 我就是想追求那些个美好的生涯 美好的一个 永远达不到那种情况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 就是他的精神力量啊 他的就是可以说他不够 所以呢 我现在修炼了 我突然啊 感觉啊 我会唱歌了 以前呢 我就很多就是这个 在我的这个基础上啊 这个就是攻破不了的这个问题 例如一些个作品的完善呢 怎么怎么更确切啊 怎么的 我觉得我有一些个都是空白 我自己最知道 虽然人家都说 这么好啊 那么好 我心里最知道我的水平了 但是通过修炼 我感觉啊 真是就是 我的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歌声啊 才能才感觉到 就是达到了 我自己想达到的 那个要求 对 就说您的这个道德的提升啊 是多么重要啊 多么重要啊 唱一首歌曲也是没有帮助 对 那么非常感谢 关夫人啊 你们的这个美好的人生故事 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 谢谢您 我也感谢你 主持人 不是每个人都富有美妙的歌喉 但是无论您从事哪个行业呢 都可以是贤妻良母 好丈夫好妻子 夫妻贵在相知相惜还有相处 在相互提携的同时 再能找到人生的真剔 人生的目标 这样的日子真是越活越有劲 祝福天下所有的夫妻 都能够享有幸福美满的人生 也祝福家家和和满满 同时 同时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下回再见 山间有幸福美满的人生 匆匆走世间 我一千山国好恨会殿便 我一千山国好恨会殿便 天 与祝福美满��면 0 4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